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男子住进分享公寓 什么东西都能分享,最后连寿命都要分享的电影 大助刚刚丢失了工作,回到家里 又因为没钱交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 失落的他一个人走在街上,无家可归 就连小旅馆也住不起 看着海报上患病的明星甲,大助不禁感叹道 像我们这种人,只有一个好身体,其他一无所有 如果能分享一点人生给我就好了 刚说完,大助就捡到一张分享之家的广告 只要20元就能拎包入住 看到那么便宜的价格,大助二话不说 直接来到分享之家这里 一开门,迎接大助的是一个病泱泱的中年男子长发哥 长发哥很热情地招待了大助,并给大助做好吃的 接着,长发哥告诉大助 在这里住,什么东西都能互相分享,互相帮忙 之后,长发哥又给大助介绍了在这里一起住的几位男子 而这时,大助也发现,住在这里的不仅仅只有普通人 就连那个明星甲也住在这里 安排大助住的房间,也是明星甲住过的 长发哥告诉大助,里面的东西都是共享的 你随便用 就这样,大助在这里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大助醒来后发现自己不舒服 还跑了几趟厕所,跟一起同桌的摄友打招呼 又发现他们比昨天惊人了许多 病泱泱的长发哥也不再咳嗽了 高度近视的摄友也不再戴眼镜了 这让长发哥有点惊讶 随后,大助穿了明星甲的衣服出门 恰巧又在半路碰到了前女友 前女友对大助刮目相看 因为大助现在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而大助也觉得自己穿了明星甲的衣服才会这样的 自信让大助找到了新工作 可这时,大助也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模糊 不过也没有放在心上,回到分享公寓 那个让大助养目已久的明星甲也回到了这里 大助看到后十分开心 明星甲还把手上戴的名牌表送给大助 作为见面礼 这也就是所谓的分享 而大助刚戴上手表 身体就出了状况,不停的咳嗽 到了第二天 大助打扮了一番,准备出去和前女友吃饭 可这时,前女友竟然被长毛哥和几个摄友 叫来了这里 并在分享公寓里就举行了聚会 这让大助很不爽 于是大助找了长毛哥理论 而得出的结果就是 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分享 互相帮助 这也包括自己所爱的人 之后,大助越想越不对劲 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于是大助把分享的东西全部还给了他们 穿上自己的衣服 走出了分享之家 而大助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 还吐了血出来 最后,由于体力不支 大助直接倒在了地上 看着旁边的明星海报 上面写着 明星甲抗癌成功正准备付出 看到这,相信大家也明白了吧 所谓的分享之家 表面说是什么东西都能分享 而这也包括人们的寿命 所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故事也到此结束 好了,喜欢视频记得关注哦 感谢观看